租市錦朗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 見到國家隊終於再入市 而且是用之前我說的 ETF 方式去做 對後市有甚麼影響 而恆指完成了 劃低了很久的 16,993 下跌目標 未來是否再沉底 還是今個星期都有反彈的空間 見到外圍,美國債息 昨晚美股開始前又在衝身高 令整個美股比較波動 先跌後就升,或者叫跌幅收窄 道指最終跌190點 納指要有得升,升回34點 恆指這邊,今早低開走高 中午收17059 跌112點 成交有505億 見到燃氣生科,銳耳板塊有得升 但科技股 電信設備,內銀 這些都是跌幅比較大 南響資金方面,即是北水 買入的 買入也不算太多18億 但北響資金繼續是一個比較大幅度 流出A股的情況 說回今天重點 我認為一定要拆解一下國家隊 繼續救市 它的步伐 以及對市場的影響 市場如何看 昨天 多大事發生 雖然香港 是放假 但 A股有事開 上證跌穿完3000後 趕快跌穿2900給大家看 一片哀嚎 不過晚上 中央匯金出了公告 就說買入了交易型 即是買入了指數ETF 而且 未來也會繼續增持 我記得那時候應該大概7點 幾百點 都很想知道 究竟 未來會怎樣增持 或者是買了多少 但看來看去的新聞 都沒有寫 於是我就真的看 網頁的公告 網頁的公告就是 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在不看到 真的是公告 然後就是日期 然後就是一句說話 非常之簡短 而這句說話 就是各大傳媒引用的一句 買入交易型開放息指數ETF 指數基金 並將未來繼續增持 就是這麼多 沒有說到細節 當然 如無意外 他不是收了時 才去買 他是當日跌穿了2900 即是昨日 昨日跌穿了2900 猜吧 他就買 OK 之後買完之後就告訴大家 說明什麼呢 說明第一 舊市就不再局限於 內銀 之前也有分析過 為何局限於內銀 會有什麼隱憂 或者不好存 當時我都提出 是應該 買指數ETF 去全面入市 或者有一個 類似平準基金 現在 的確是這樣做 與此同時 說多一點這個國家隊的進駐 其實內地也有不少分析 簡單一點來說 都覺得這個好 是一個直接的方式 去買A股 有些朋友又會覺得 會用了很多錢 但其實 如果你用一個 寬鬆貨幣政策 的角度 聯儲局也有提出過買股票ETF 雖然他最後沒有做到 即是在疫情的時候 而日本已經買了這個指數ETF很多年 日元沒有錯是偏弱的 但是 又不是一個 負面或是世界末日 災難性的問題 印回自己的貨幣 買回自己的股票 是有先例的 所以 不需要有這方面 我覺得我不會有太大這方面的擔心 如果你說 買了是否真的會兜底 第一 不知金額 但我覺得 起碼釋放了一個訊號 就是在2900這個位 見A股今天也彈不少 在2900這個位 是 政府是會出手的 這個我覺得短期來說 會有支持 另外 路透社也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全國人大今天 會批准財政部 增發 大約多過一萬億 人民幣國債 加大基建的投資力度 和促進 經濟增長 雖然 你問我 這個金額 無論是入市或是發債去支持的金額 不算很多 但如果再加上 透過銀行 支援地方債 所謂的化債 行動 似乎 這些 一些 系統性的風險 已經大大降低了 但是當然 系統性風險降低 就不代表 好有前景 欣欣向榮 兩樣東西來的 你看看日本也知道 不怕 有債務危機 但不代表好有前景 好有前景就要看 實際的經濟 技術的進步等等 另外有單新聞留意到 日本央行 因為最近日本的債息都高 因為全球債息都高 但日本央行繼續有寬鬆的措施 他就說 未來星期三將會進行一次計劃之外的債券操作 可能會買4000億日元的債 根據報導 3000億是買5年至10年期 1000億是買10年至25年期的國債 消息公佈後 10年期日本國債的資息率 跌了0.5個基點 跌到0.855厘附近 OK 所以整個大局不單止是買指數ETF 似乎都陸陸陸陸續續開始有些央行的措施 政府行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去投入市場 OK 所以短期之內 我們看看恒指走勢 恒指劃過很久 有跟開有聽開我朋友都知道 終於滿足了思浪的跌幅 雖然是否很思浪 看看技術流派怎樣看 但我覺得基本上是滿足完成了這件事 如果今天是日內 上五的成交都是比較大 當反彈的時候 大戶應該都是看著這些位置 跟這裡的分析都差不多 做一些空頭的回補 補充空倉 最近如果你問我 耳巴局勢變化比較大 不知道下一刻是打還是不打 所以淡倉來計算我會獲利 然後再觀望一會 當然大趨勢來計算有聽開的朋友都知道 看一些避險強勢股 看到中移動已經破了位 然後883也差不多 如果你說五號仔就更加離譜 沒有那種強勢或跑贏大士的感覺 所以 中長線來說我對港股依然看得比較淡 但是 在這一刻來計算 似乎今個星期 有些反彈的勢頭 你看到這一刻 這支針和成交有稍為多 所以 如果這樣看的話 反彈目標 我覺得是 偏向大機會出現一個反彈 而目標會是 之前的下跌列後 即17540 至17732 補一補也不奇怪 今天的分析大概就是 希望可以繼續抽時間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但整理資料也需要精神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鼓勵下 有甚麼疑問或建議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就這樣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